他爸真要带孩子走吗 肯定得走啊 没开药都给咱挺了 可是小镇还需要治疗啊 这样咱换别的椅子 反正哪都比这儿强 放心吧 小镇爸爸小镇妈 你们这是 出院回家 叶老师给你们开出院条了 他开不开条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今天我们得回家 小镇爸爸您不能带小镇走 小镇现在情况很不好 他已经出现合并心脏病了 唐医生你就让我们走吧 小镇爸爸您能听我说一下吗 中副院长和叶老师 今天已经给小镇会诊了 给他停药 也是因为他现在心上出现问题了 需要重新的调配药方 但是现在这个药我们短缺 所以请你们耐心等待一下 你挺能编啊 编的还挺像啊 您要不信我可以去问问中副院长 医生我问你一句啊 孩子生病咱们都见过 你看看谁家的孩子生病 会不哭不闹的 他不哭不闹才是问题啊 他已经出现乏力 根本就没有力气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们不就是想把我们小镇 留在医院当人质吗 你们就是想报复我们不是吗 您要我怎么解释您才相信 我懒得听你解释 小镇妈妈您不能走 小镇妈妈 小镇妈妈 他现在必须注意他不能走 小镇妈妈您听我说 小镇妈妈 您现在这么难走 他真的很危险 我刚才说什么 你没听见什么 让开 小镇妈妈 你要相信我们医生的判断 那么多废话 你不够你 不够你 别上 别上 不够你 不够它 宝宝 不够它 不够 不够它 不够它 坐 Connecticut Jeremiah 你们要不要 你那种 不够 Education 你要aze 知情签 斩步 急 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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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枪 信 Put 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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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需要 好 赵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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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杰 情况怎么样 不太好 出解过度 好 我又叫了几个外科医生 随时准备轮换 谢谢 你们几个去刷手 好 叶老师 副院长情况怎么样 严重摔伤 内脏多处出血 一个内功 插进了肺力 这么严重 咱们全院的外科大大都已经来了 你和唐明佳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 你赶紧 和他回宿舍躺一会儿 建佳 思念长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先从你回宿舍休息一下 好 梁佳 振作点 回吧 好了 走吧 今天不是以副院长的身份 我是作为 我们医院 资历比较深的一名医生 跟你们说几句 我在我们附属医院 工作整整三十六年了 前二十六年 是在我们的儿科团队 我们救治了那么多孩子 给了他们健康的未来 为此我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我感到很自豪 其实 医生和患者的关系 就是纯齿相依的关系 可近十年来 我们不断地遭到责骂 欠责 这是为什么 来信 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 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 都失去了耐心 我们医生 其实跟患者家属一样 也希望要到病除 但是人类 现在已知的疾病 有三万多种 其中只有不到一万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疾病 可以得到有效治疗 那么三分之二的疾病 现代医学 暂时束手不策 我们医生 必须要是他 而你们 要对你们的医生 有耐心 现在 越来越严酷的医患关系 迫使很多医护人员 离开了自己的大胃 在这种冲突下 谁在获疑 只有那些极少 个别别有用心的人 他们在获疑 我们都是受害者 我们用五年 八年 甚至十几年 学习的东西 到头来没有用之地 这不可惜吗 其实 其实最大的受害者 还是患者 如果我们 都是因为被责骂 被怀疑而离开 自己的党位 谁来为这些患者 为这些孩子 看病 目前 全国儿科医生 只有六万人 平均两千个孩子 一个医生 确实达了二十万 而且这种流失 还在继续中 你们工作压力大 薪酬低 其实 其实在你们当中 有很多人早就有离开的想法 但是你们没有离开 这是为什么 你们学习的这个专业 爱上了这个职业 更爱这些孩子 孩子是世上最美好的存在 你们不愿意看见孩子被病痛折磨 我相信 你们如果真的离开了 一定会后悔 因为 因为这里有你们的牵挂 你们的心 已经留在了这里 今天 今天我希望你们跨越内心的障碍 接受当年 发过的誓言 当我步入 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 尽庄严宣誓 我致愿 现身医学 热爱祖国 忠于人民 恪守医德 尊师守纪 刻苦钻研 孜孜不倦 精益求精 全面发展 我决心 结尽全力 除人类之病以后 除健康之完美 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 就死不上 一路上 一路上 我湿了烟花 我们都一样 一样会悲伤 一样会绝望 我们都一样 一样会彷徨 一样想要违章 一样会坚强 一样要坚强 一样会 就这样会